介绍为您报道 性侵害犯人的后续治疗问题 又引发了争议 最高法院最近撤销了一名 涉嫌猥争未成年的女儿 被检察官移送入肩 强制治疗的执行裁定 法官认为强制治疗 不应该在监狱里面进行 那么目前的做法是违反人权 但是法务部跟卫生署指出说 医院很担心这些犯人有危险 多半不愿意收治 法院的裁定并没有考虑到 执行上的困难 而现在法务部要在台中监狱附近 新建一栋专用的强制治疗处所 预定在两年之后启用 性侵犯出狱后再犯的消息频传 也引起社会高度重视 但88年零星男子涉嫌猥亵 为成年女儿 法院宣告需行前强制治疗 送进台北监狱处理 但最高法院裁定 强制治疗不论行前或行后 均应由医院来接手 并认为法务部由监所来执行 是便宜行事也违背人权 最高法院指出 强制治疗形同保安处分 与徒刑不同 徒刑交由监狱执行 但强制治疗就应该 由医疗机构来做 毕竟监狱不够专业 设备不足 法务部之间尚未设专业的 性侵犯治疗医院已经违法 最高法院不愿背书 但法务部回应不是不做 而是医院也有介乎的考量 导致执行有困难 过去法务部打算在国军台中医院 执行性侵犯强制治疗 曾引起居民和病患家属的抗议 而法务部也坦承 强制治疗的场所确实有在研究的必要 同样被最高法院点名的卫生署 目前针对性侵犯刑后强制治疗 法务部以台中培德医院为主 但对于缓刑和保安处分等期间的强制治疗 只能暂时由监狱来执行 不过法务部也已经规划 在台中监狱和培德医院旁盖一栋建筑 专门进行性侵犯的强制治疗 预计两年后能启用 记者综合报道